演唱会现场歌迷们跟着又叫又跳 短短几个小时 筷子人口的歌曲与现场Live Band演出 带给观众难以忘怀的魅力 又或是演出人生百态的舞台剧 都在文化部加码振兴挺逸文的行列中 只要您幸运抽到文化部推出的义方券 就能获得六百元 要买书看展览都能直接折底 不过该怎么申请呢 只要您打开手机 18号到20号期间下载义方券APP 填写完所有栏位不到一分钟就能完成登记 不过这次不用比速度而是比手气 义方券推出第一天就已突破百万人次下载注册 因为过程完全不卡关 预估人数仍会持续飙迫两百万人 21号将由文化部长李永德和行政院政委唐凤全程直播 抽出第一波两百万位的幸运儿 前阵子开本部上面有蛮多人在推的 所以我才特别去下载 我可能会选择看电影吧 毕竟这几个月都没有出去 蛮多电影都很想看的 过去几个月受到疫情影响 你有去参加过像是一些艺文的产业活动吗 没有 因为其实我很喜欢就是乐团啊 玩乐团这样子 然后应该会去听影响会之类的 不过如果像长辈或小孩 没有智慧型手机也没有关系 文化部透露第一阶段先推数位 接下来将针对65岁以上长者 18岁以下未成年 以及身心障碍者规划专案 不排除推出纸本券 原事新闻就先来 许家荣台北市采访报道